今次开箱的是 DJI MINI 4 Pro 长飞套装 MINI 4 Pro 其中一个优点就是非常轻身 低于 249g 在外国很多地方如果你要使用无人航拍机的话 都需要低于 250g 才可以不需要效拍而使用 这一款航拍机就适合在外国使用 一打开盒我们就会看到一个MINI 4 Pro 教学QR 曲 还有一个黑色的出行袋 里面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重点 旁边挂着一张合格证 这个袋子有几个拉链 每一个拉链都刻上 DJI 的 logo 这个袋子的最前方是有一个暗格的 但如果当袋子放满东西的话 其实这个暗格都不太能放东西 现在我们就打开一个袋子 上面有一个小格 外面有一张标签写着 内含配件 首先里面有一袋说明书文档 例如 QSG 安全概要 快速入门指南 配件使用说明书等等 不在这里逐本介绍了 自己有空看看吧 看下其余的配件还有什么 有两条充电线 分别是 USB-2 Type-C 的传输线 另一条是 Type-C to Type-C 的 PD 快充线 另外还有三对螺旋掌 里面都是含有螺丝 还有一个小型的螺丝批 接着就是介绍这三个主角 这一部就是 DJI RC 2 带有屏幕的遥控器 原机应该没什么电 所以开不了 不过不要紧 我们开一下其他东西 例如天线 下面有一个Type-C 的充电位 和放SD卡的位置 也可以拍摄或拍照 背面也有两个遥控器的指甲 背面也有两个遥控器的指甲 在左右的位置扭上这一粒指甲之后 就可以左右控制那部学拍机了 然后就慢慢做设定 然后就是介绍航拍机了 然后就是介绍航拍机了 这部航拍机的面积大概就像我的手掌一样 而且真的非常轻身 首先这一部航拍机的外围 有一件衣服 是用来防止那些螺旋掌周围摔 或者做花的 不过穿的时候和脱的时候都很紧 要非常小心 而打开螺旋掌的时候都要非常小心 因为它们都是从不同的方向打开的 这部就是DJI Mini 4 Pro 的无人航拍机了 这部可以一次过充三个电子的充电管家 记住要按住两旁的位置才可以拉出电子 第三个电子就在航拍机里面了 一次过充三个电子真的很方便 而每一个电子大概可以用三十分钟拍摄 航拍机下面的位置有type-c的充电位置 以及放SD卡的位置 这部电是无电的,所以不能开机 我们先看看镜头 首先要打开保护盖 里面也有一些贴纸和保护海绵 如果我们要使用的话 就要把这些海绵和贴纸 这个镜头可以做到270度的拍摄 还可以追踪人面去拍摄 记得不用的时候要盖盖 保护镜头 这就是我的开箱分享 希望大家喜欢 下次拍摄的时候再和大家分享 拜拜